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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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翔, 左翔, 左翔 前往 - 目¡是说! 把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里发愿 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一般凡夫人 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一些法义 这个时候 按理来讲 依靠一些具有法相的善知识来解决 或者依靠本尊的智慧来解决 在这里发愿的时候 但愿我何时何地都是 只要想见到 一切诸佛智慧的中体 文殊菩萨尊严的时候 当下能现前文殊菩萨 或者我想问一些佛法上的疑问 请教一些知识 在这个时候也是当下文殊菩萨能面见 那么能解除我的一切的疑惑 也可以说 百见文殊菩萨没有任何的障碍 什么时候祈祷 什么时候能现前 最后能通达一切诸佛的真实本意 所以很多的大德通过祈祷 百见文殊的公案应该是比较多的 但是见文殊的障碍 一个是可能我们经常没有祈祷 还有些可能相守 心才比较多 也不能照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祈祷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因为文殊菩萨的确也是 一切诸佛的这种智慧的本身 那么这样的智慧本身 随时随地都是锤炼我 随时随地加持我 能面见的话 我有愿望 当然是我随时都能见到 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的话 即使某种能清教法义 这样的缘分也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每个人的 希求智慧方面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有信心 都有这种希求心 那么智慧的本身就是文殊菩萨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方面念诵 文殊的这种主语 一方面用这个偈颂来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应该知让你 在一起租赞 转发 订阅 我们先觉得 这样子也这么明显得 非常好 农意 那这个东西 vak亏这个国家 хотя还不得了臣子 再加上高徽时刻 这样子 以后我也接下了 但我是想要 可以去 zoom prom Mont尔小的课 他送出色的软指头 只能与你上标准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微妙成半 十方遍满虚空界的所有运营众生的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然后我应该发愿 我的行为完全都是像文殊十里菩萨那样 啊 轮回不空 我也是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誓愿 其实文殊菩萨就是我们要想 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心的话 从某种角度来讲 可以说这是文殊菩萨的行为 文殊菩萨的行为是什么呢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也是说过 我们平常念诵的就是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安住无量诸心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就是这个偈颂 这个偈颂里面主要讲是文殊菩萨的修行 无有量的 无边无济的 并不是说我今天帮助一个众生 我今天修一个法门 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因为发心是无量的原因 他获得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 饶益众生的行为也是无量的 这样以后 依靠他的无量无边的神通和无量无边的功德来饶益 无量无边 全是无量无边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부�aresal 睿zes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非常开心 我是 就是 太大了 太太了 你 那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空不可能有毁灭的时候 一直可以说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虚空的这种没有一个不边际的 它边际于整个世间的 那么虚空乃至存在的话 众生也可以说 虚空边际下面的所有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的 众生也没有边 虚空也没有边的 众生的业和烦恼 痛苦也无量无边的 而我应该发愿 我的发愿跟虚空和无量众生 是一模一样的 我一直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不希求先自己受快乐 得到一种快乐的刹土 或者快乐的果位 不会这样的 应该是就像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供 十不成佛的那样的发愿 一定要安住在无浊恒流的这样的世间当中 然后尽心尽力地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只要众生的身心当中有一份大大小小的痛苦 我一定要能遣除痛苦 因为众生的痛苦 如果我们没有遣除 那就像《地字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非常的惭愧 母亲已经放在苦海当中 儿子享受无量的快乐 那就是不孝顺之表现 同样的 我们如果是发了这样大乘菩提心 众生安置在轮回的火灶当中 而自己享受清净刹土的快乐 那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安住于世间当中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们要发这个愿 就是世界不尽的话 众生不尽 众生不尽也和烦恼不尽 而我的这种发愿 也是同样的 我们口头上天天也是念 什么乃至虚空 世界皆 众生尽也烦恼尽 如是一切无尽 事我愿究竟恒无尽 然而这个解释的方法 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有些解释里面说 虚空世界没有什么变的 然后众生也是没有变的 众生没有变呢 业和烦恼也是没有变的 同样的 我的发愿也是没有变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的也有 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解释也可以 总而言之 我们乃至虚空 没有进此前 一定要安住于这个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众生诸苦痛,愿喜保生,愿因菩萨的众生向安乐》 下面讲三界轮回的众生所有身心当中的这些难忍的痛苦 但愿全部成熟在我的身心当中 我们时时都是这样想 有些人生病的时候虽然我这个病好不了 但是如果众生的痛苦能成熟于我的身心的话 我永远本下去也是可以的 心甘情愿 应该这样发愿 让所有众生的这些痛苦 全部以我来承受 而所有我发心的功德和世间上所有的菩萨们 他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发无上大菩提心的 这样的利乐和资粮 这些功德 就是愿世间上所有的众生得到了赞赐 人天福报和究竟三界头的这种无上的快乐 我们时时都是应该发这样的愿 也就是这是一种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如果自他交换的菩提心没有修的话 成佛也是非常难的 但最主要的 这种修自他交换的时候 就是要修到阿底峡尊者的七种教言 一天讲修行奇奥的时候 也是讲过 如果这个教诀没有修的话 我们修行很困难实现的 首先是指母 念恩 报恩 还有慈心 悲心 圣洁心和圣气 总共有七种教言 首先我们要修自他交换的话 知道三界轮回的一切众生 当过自己的母亲 一定要有止母的这种忆念 然后光知道母亲也是不行的 一定要想到当母亲的时候 对我如获的恩重如善的情况 一定要了知 然后光知道有恩德也不行 一定要想到 作我一个小声姿子 一定要报到母亲的恩德 要报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见三界轮回的这些众生 非常可怜 非常痛苦 愿他们远离一切痛苦的悲心 过后就悲心 然后不仅是远离了这种痛苦 而且让他们各自获得了无上安乐的慈心 那么这样的快乐 利苦得乐 其他的众生不一定能完成 唯一的我来坚韧起众人 一定要由我来承担众人 我也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这叫做生计心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自消息当中 能生起真实无畏的菩提心 这叫做生计 但愿众生得快乐 得安乐的 这样的心始终都要发 这样之后 在自己的学现过程当中 看到众生的这种痛苦 一定会去解救的 然后自己的快乐 很多大乘修行人 他就根本不会重视 如果你对自己的快乐 非常重视的话 说明行持菩提心的力量 比较薄弱 我们始终一定要发愿 以菩萨的威力来 让世间所有的众生 获得了无上的快乐 感谢金星 日文为佛 大选择大家 少许多立即能 我之后 能将承担心 等 country 想输驶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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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回向共同说说之一 缘除苦两药 一切安乐缘 教法伴隶经 长久诸世间 那么下面我们发愿 就是但愿解除众生的身体身心当中的一切痛苦的灵断妙药或者甘露妙药 还有暂时究竟的所有快乐的缘全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法如意报 佛法如意报真正能遣除我们众生的心理和身体的痛苦 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其他任何解决痛苦的方法其实是一个止痛片 实际上根本上根本没有解决得到 要根除他的痛苦的来源 我们要知道就是佛法如意报 这样的佛法如意报一定要盘随着众人的利养 众人的供养 还有众人的恭敬 才能在这个世间当中会长久诸世 永远不衰 会获得真正利益众生的作用 否则佛法虽然非常的微妙 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他的力量也是无法测量的 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对他进行供养 恭敬 那这样佛法不可能住于世间当中 也不可能弘扬于各个地方去 没有佛法的地方可以说是暗无天日 非常的黑暗 很痛苦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茫茫人海当中 就是不修行的人 算是比较多的 但真正懂得佛教的人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尤其是里面有真实修证的话 可能也是这个 封茫宁教不一定 非常多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建立 上师如意报的法床 应该告诉法床 打击法骨 一定要将大乘的佛法 弘扬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 每一个人这样发心 有各种能力的人 不同的能力 应该对佛法做一些贡献 这个很重要的 当然 您想要去对佛法床 应该去看 还有一点重处 您能帮助 两个月两个月 打击法床的 室内留学 让我们在家的地方 二人 还没这个怎么办 一重处往你们社会 都可以传达一个人 到家的救用 三个月 还没有一步 情况是我的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后一个颂词 他这里一念恩的说理 经理文殊尊恩生无善心 与理善知识恩藏无功德 那这里寂天菩萨最后在所有全论的视频讲完了以后 最后一个颂词 他诚心诚意以三明恭敬的顶礼文殊斯利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依靠文殊斯利菩萨生起了 寂天菩萨说 我的这种善情 依靠他的恩德产生了我的善心 第二个顶礼 对自己的善知识 也就是当时这个善知识的话呢 好像记得那个就是到这个喃喃陀司 就是喃喃陀司的时候呢 就是五百个班智达的顶尊就是那个 这个圣天阿瑟利面前的话呢 他就开始提督出家 就是最后发明为寂天 当时在他面前也是听书过很多法 还有安迪利就是依靠文殊菩萨的加持利 也听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法等等 这样的话就是依靠这个善知识的威力呢 他相续当中的三藏的这种功德 就是善学三藏 尤其是善学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加以增长 依靠上师如意宝啊 还有很多的上师传授了这么殊胜的法 然后每次都是想到这个法的意义的时候 要感恩不及 非常的想报道 但是通过其他方式的话 以前也没有报道过 以后也不一定报得上这种恩德 但是今天再次也是发愿 尽心尽力的 乃至有生之念 乃至生生世世的话 弘扬正法和利益众生 我希望我们再多的人也应该发下这样的誓言 所以我也是发这个愿 希望你们所有的人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对传承上师有感恩之心的话 一定自己心里面发誓言 从现在开始 像寂天菩萨和像法王如意宝 文殊菩萨等 所有的主大圣者那样 我们也应该依靠佛法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应该发下这样的誓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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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